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好饿的毛毛虫 Eric Carl 著 正名敬意 好饿的毛毛虫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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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月光下一颗小小的蛋躺在叶子上 星期天早上 暖和的太阳升上来了 啵一声 一条又小又饿的毛毛虫 从蛋里爬了出来 它要去找一些东西来吃 星期一 它吃了一颗苹果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二 它吃了两个梨子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三 它吃了三个梨子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四 它吃了四颗草莓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五 它吃了五个橘子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六 它吃了一块巧克力蛋糕 一个冰淇淋甜筒 一条小黄瓜 一块乳酪 一条火腿 一根棒棒糖 一根樱桃 一条香肠 一条香肠 一个杯子蛋糕 和一片西瓜 那天晚上 毛毛毛虫的肚子 毛毛虫的肚子好痛 第二天 又是星期天了 毛毛虫吃了一片又嫩又绿的叶子 感觉舒服多了 感觉舒服多了 把自己包在里头 它在里面住了两个多星期 然后把尖咬破一个洞 钻了出来 啊 毛毛毛虫变成了一只 好漂亮的蝴蝶 讲完了 拜拜